我們看第一題 他說每週同一時間 記入某植物的成長高度 連續五週的數據為 第一週一 第二週二 第三週六 第十週五 第五週三十一 他要你找這個數列的規律 他會問說 請問此成長高度數列 滿足下類選項中的哪個事 他要找這個數列的規律 我們把它簡簡看 從這裡到這裡是增加一 從這裡到這裡是增加四 從這裡到這裡是增加九 從這裡到這裡也是增加十六 這個是一的平衡 這是二的平衡 這是三的平衡 這是四的平衡 再來應該就是五的平衡 也就是說 你後面的那一項 簡前面的那一項 這是 A T 剪掉後面那一項 前面那一項是 A T 渐一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會是等於那個 T 渐一的平衡 或者是說這是T,T加1 會等於T的平方 比如說T是2,A3-A2 A3-A2是等於2的平方 也就是說AT加1是等於T平方加上AT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答案應該選3 3這個答案是AT加1 等於AT加T平方 答案應該選3